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5号 这一期啊,咱们来聊财政 聊一聊地方财政的这个压力啊 今天啊,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一位地方财政局长的一季度 副标题啊,叫收入迎来看门红 支出压力任大 他这个引言呢,是这么说的 说4月3日,一位地级市预算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正增长 税收和非税收均有所增长 但土地收入下滑的趋势尚未停止 这个大家恐怕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篇文章啊,它是以某个地方的财政局局长叫李然 为这个采反对象 当然这是化名啊,来介绍一个财政局局长的 一天的工作,还有这个运作 咱们通过这个文章啊,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方财政 它的运作方式,它钱从哪来,然后发给谁 咱们一起往下看 这4月1号,结束了一天 5个会议的李然终于回到办公室处理文件 这些会议的议题,包括当地机构改革 营商环境改善等 此外,他还需要列席当地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议 李然表示啊,很多会议虽然与财政关系不大 但都强调了财政的保障功能 因此财政部门成为各会议或小组的成员之一 虽然李然所在地带第一季度税收收收入增幅接近两位数 实现了开门红,然而支出压力依然巨大 根据财政部公布了一到二月数据啊 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四万四千五百八十五亿元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三 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税收缓税入库抬高基数 以及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撬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后 可比增长越为百分之二点五 实际上就是说啊,财政部的数据啊 公布这个咱们的公共预算收入啊 还是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的 李然说啊,收入增长表明经济保持复苏态势 但财政支出紧张的状况未有改变 资金下来后地方政府会统筹使用 按支出的优先顺序安排 优先度最高的是保工资保润转保民生统称三保 他透露啊,尽管一季度取得了开门红 但需要支出的项目繁多,资金远远不够 最糟糕的月份支出缺口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缺口也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4月3日,一位地级市预算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季度保持正增长 税收和非税收入均有所增长 但土地收入下滑趋势 尚未停止 202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案收入为 八万四千一百四十二亿元 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五万七千九百九十六亿元 三年间,绝对量减少了三点一万亿元 所以说,税收还有非税收入增长的那一点 远远不够土地收入下降 造成了这个亏空啊 下面是介绍这个土地财政局长这个工作 说,李然工作内容之一是阅读大量的资金申请报告 并根据报告判断出支出是否必要 再向政府主管领导提交意见 李然每年审阅上千份审批申请文件 说啊,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资金需求 以这样的模式运转 业务部门先将申请报告 递交至地方财政部门的预算部门 再由财政局领导审批 之后,根据额度 地方政府分管领导或政府常务会议决定 只有一定额度以上的资金需求 才会由政府常务会议决定 但为严控开支 有的地区由政府常务会议拍板的资金支出门槛 已经不断走低 实际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 当一个企业不行的时候啊 所有的这个开支啊 它都会压缩 实际上权限也不断的压缩 本来啊,十万以下的这个开支 都是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或者就是副总说了算 但是如果企业不行了 企业效率连连下降 最后啊,恐怕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十万这个开支啊 必须有老板拍板签字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政府运作也差不多 当地每年支出预算约四十亿元 仅靠本级税收收入并不够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能覆盖三宝类支出 因此需要大量的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 该地区每约支出超过三亿元 本级收入在1亿元至2.5亿元之间 而且三宝还在提质扩为提标 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由收入紧张 李然在资金支出时需要更多盘算 他告诉记者 有时支出压力很大时 公务卡的支付资金会延迟一个月支付 这期间只能让公务员先自行垫付 财政支出紧张给一些预算单位造成了错觉 认为即使资金已列入预算 若不主动联系分管政府领导和财政领导 资金到位的可能性也存在不确定性 在李然看来 目前狭义的三宝尚能保占 就是刚才说的 保工资 保运转 养老社保 就这些勉强能够维持 实际上很多地方连工资都保不了了 只能保个运转 就是最低水平的运转 但广义的三宝压力巨大 如特困群众 工艺岗位 高龄津贴等 此外 民办教师 农村饭饮员 农村饭饮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 我小时候 这个农村饭饮员呢 可是非常吃香啊 什么叫农村饭饮员呢 到了夏天啊 这个农村饭饮员就负责到各个村去放电影 搞个大屏幕啊 一块大白布 两个树中间把它一粘开 完了架上电影的翻印机啊 就在空地上 要么就是广场上 操场上 有的时候在河滩边上 放电影 这个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我记得是哪个作家是 就是电影饭饮员呢 是莫言还是谁啊 反正干过这活啊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农村饭饮员 那是负责干什么的呢 确实不太了解啊 现在谁还会去 到那个野地里去看电影呢 在城里面啊 有很多物业 小区 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 小区里面组织放这种电影 夏天的露天的 时代变了 很多岗位啊 居然还保留着 某种程度上啊 也是不合理的 还有水利工的工资 也需要保障 以农村工艺港为例 每年其所在地方 要为农村工艺港支出 数千万元的资金 且还在连年增长 李然给记者算了一笔赞 农村工艺岗位 要求每人每天工作两小时 每小时收入不低于19元 一天38元 一个月不低于22天 即836元 一年一人就是一万元 七百个行政村每年 每村增加五个岗位 总计数要三千五百万元 每个人啊 看上去数不大 每个小时 十九块 好像也不多 但是啊 七百个行政村架到一起 一年费用就是三千五百万 还是以那个农村饭饮员为例啊 你说现在还有农村饭饮员干什么呢 每个月还给他发工资 还要发费用支出 很明显啊 这已经不合理了 农村工艺港 是指以满足社区 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 的管理和服务岗位 工艺性岗位 优先安排困难人员和特殊群体 并从就业专项资金中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这个李然表示啊 这个岗位只进不出 人员每年都在增加 算上以前的存量支出 已经超过亿元 当前财政收入紧张 无奈之下 每年都要悄悄减少一些 存量支出 实际上该砍的就要砍掉啊 缩边呢 李然认为 当前财政压力 有财政收入紧张的原因 也有善计不满 不断发文 要求财政保障各部门的资金 确保政策资金落实到位的原因 在他看来 这在无形之中 增加了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或者改变了地方支出优先 一位东部县级市财政人员 表示 以前成建项目 依靠成头融资 现在成头难以融到资金 相当于间接增加了 预算资金的支出压力 此外 前几年企业的 奖补资金 也一直未支付 前两天咱们节目介绍了 有很多地方 这个为了刺激二胎啊 就出台政策 升第二胎 奖利两万 奖利三万 或者奖利六千 政策出的倒是很爽快 但是等到升了二胎 去领这些补贴的时候 政府就开始提啤酒了 连哪个部门 你都找不到 政府也没打算真给 等到媒体一反应之后 政府说啊 没钱 慢慢解决 还有那些买房呢 政府给补贴的 一批米补贴 两百三百的 反弃税的 现在都没有钱返 大家记住了啊 李然这种情况 介绍的 政府它的支出 现在主要是保障 公务员工资 保障润转 保障这个叫 世保基金 这些都很难保障了 所以说你那些补贴 那你只能得的 以后再说了 我们再看啊 他说如何开源 上述东部县级市 财政议员告诉记者 于2023年相比 今年更强调 开源节流 节流方面 主要是减少项目支出 和政府投资 该减少的投资 都已减少 甚至有些政府投资项目 涉及民生和教育 只能压减投资额度 降低投资质量 在收入方面 融资现在较为困难 非税收入 也不容易增长 国有资产和资源处置减少 最有效的增量手段 认识专项债 非税收入 有的地方还在增长 非税收入中间 有相当大的一块 就是罚款 各种罚款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 罚款越来越多的原因 除了参加会议和帮公室 处理资金事宜 李然还需要与 单地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会面 并拜访上级财政部门 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 他回忆到 以前的财政局长 每天工作半天即可 那是因为当时财政收入形势良好 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收支 目前他最担忧的 认识收入问题 虽然收入增幅良好 但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 有了收入 支出才能落实 没有收入 支出就无法保障 李然说 在关注本地区收支的同时 李然也关注同行的情况 他说 当前一些地区财政收入数据相可 但更硬关注财政收入质量 例如 某些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较大 但是税收占比 却不到60% 一般公共预算包括税收和非税收两部分 税收占比高 表明当地财政收入质量越高 经济状况越好 李然解释说 非税收入包括罚末和处置国有资产和资源类收入 咱们刚才介绍了 主要是罚款 当然了 还有咱们俗话说的卖家产卖家当 但这些能卖的早卖掉了 目前对地方政府而言 不应该依赖企业的罚末收入 而是应该鼓励企业和加快发展 形成健康良性的税源 公共资产和资源 主要用于支持融资平台 可处置的资源已经不多 这就我刚才说的 能卖的早卖掉了 变卖家产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只能靠罚款 一旦靠罚款 大家就知道了 那个地方 营商环境就特别差 特别恶劣 只能搬走 很多企业一搬走 那地方就更差 这就是为什么 投资不过什么什么什么 说这个地方主要靠罚款 很简单 因为他们没有钱了 没有钱保障那些公务员 那些体制内人的基本工资 但是他又强调 对于上述列举的某地区而言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必须得到保债 一旦增幅出现下滑 不仅会面临债务率的问题 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 考核指标相关的问题 所以说不罚款还不行 你的财政收入增长达不到 那你就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当地官员的这个考核 跟此又有关系 李然非常羡慕那些 由省级财政部门托管的 贫困和困难线市区 因为这些地区三保之处 得到了省级财政的保障 财政压力相当小 当然若是财政压力小 像以前那样财政宽松 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当局长了 李然坦言 这里面的李然是化名 这个是经济观察报 刊登的一篇文章 这个记者叫杜涛经济观察报的 财税与环保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 把这篇文章看完了 我们就知道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 它是什么一个状态 虽然一季度财政部给出来数据 财政收入是略有增长 但是支出增加更多 近期少 出的气多 不但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什么巧妇难为五米之水 增加税收 这个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一个地方产业企业 下降都是很容易 流失很容易 但是要增长 难上加难 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招商引资 想尽一切办法去吸引外资 实际上都是想增加税收 即便有人投资 那也不是短期就见效的 所以还得看什么呢 想办法卖地 现在卖地收入下降了三万亿 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并没有放弃卖地 就想尽一切办法 把地要卖出去 把地要放到银行手上 拿回了钱发工资 那要卖地 那你就先得把房子卖掉 这就是地方政府为什么现在一而再再而三 不停的救市的原因 出台救楼市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蚂蚁金服总部 对吧 它已经退地了 但是地方政府密不发丧 因为这样才能把附近的地给卖掉 这也来拍卖土地的 甚至附近那些楼盘 他们都以为蚂蚁金服的全球总部还在这个枝江呢 这样确保枝江的地能卖出 可见地方政府也不容易啊 为了卖地 当然了 地方政府刷刷单啊 找一些国企 找一些城头 有能力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城头 它已经没办法拿地了 找他们刷单 把地拿下 完了之后再去 把地压给银行 从银行套取资金 但是这个财政部啊 也是民文规定 输入严查 这就叫虚增土地收入啊 或者是虚增土地出让收入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只能小范围的 小批量的刷单 不能大范围的弄 那剩下还一条路就是 砸锅卖铁 卖产业 卖资产 或者叫盘活有效资产 把那个什么体育馆呢 租出去 把什么以前工人文化工啊 那些东西不得闲置吗 或者是都是给关义户啊 相当说半卖半送 给人家再用 现在都要把他找回来 看看能不能卖钱 不能卖钱的话 看看能不能租出去 这叫盘活有效资产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罚墨收入 罚款 各种罚款 我觉得啊 在有些地区啊 他为了财政收入啊 增长 或者叫为了这个 能发出工资 保民生保运转 他只能加大这个罚款 罚墨收入 他只有这一个来钱路子 所以只能加大罚墨 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反正他有理由 想罚款呢 手段非常多 所以我们经常看一看 这方面的报道 你就知道很多地方财政 非常困难 这么趋势下去 结局一定是公务员 发不出工资啊 要缩编 就像米莱一样 阿根廷啊 不就已经开始 叫裁减政府雇员 把政府部门一裁 裁掉一半 当然了 目前啊 恐怕还没有到 裁这个公务员 或者叫缩编 公务员缩编这一块 恐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现在要做的就是 跑帽地路啊 这些地方要堵住 比如刚才说的 这个农村的什么公务员 什么公益岗位等等 这些 你都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实际上这种运作啊 给这个叫利益输送啊 打开了方便这门 对吧 那些什么农村公益岗位 什么饭饮员等等啊 这些恐怕都是 叫县城婆罗门啊 都是哪些领导的 七大姑八大姨 实际上是加剧了不公平 加剧了这不平等 趁现在没有钱 财政困难 不如啊 把它全部清退 清理 这叫堵住这些跑帽低落 这些边外人员 吃财政饭的 那就应该啊 尽快的清退 不是压缩 所以总体上看啊 未来几年 公务员的日子 应该是越来越难过 公务员虽然稳定 虽然想其他的职业 相比社会上 刨饭吃 公务员容易点 但是他总体上 是越来越难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刚才说了 财政收入啊 这三大块 土地 税收 还有是罚款 你说哪个他能涨 这是秃子头上 狮子明摆着的 总体上 养不活这么多公务员了 当然有个情况啊 除非经济 又再次腾飞 而且他不依赖房地产 那就意味着税收啊 会快速增长 但这个太难 没那么容易 还没有考虑到 这个地方的债务 城头债 对吧 各种隐性债务 就不考虑这些债务要还 也不考虑他要还利息 就已经够呛了 所以你要考虑到 这个很多债 好歹把利息要还上吧 那这就 地方政府啊 更是捉襟见肘啊 所以说啊 现在 网上到处在传言 什么什么地方 公务员降薪 降三分之一 什么什么地方 公务员千辛半年 这些恐怕新闻啊 越来越多 这样的传言 也会越来越多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